Hello, 大家好, 我是C股井 歡迎來到今天的井仔點看 今天真的沒太多新聞 跟大家說兩個話題 第一個是娛樂話題 韻光不愧是一個活了這麼久的老前輩 在接受記者訪問時 雖然沒有提李隆基 但基本上句句都疑似串李隆基 果然就是說 薑越老越辣 心得說話的藝術 待會作為一宗笑料跟大家分享 這方面不會說太多 第二個部分 住在黃大仙的女性觀眾要小心 不是小心我 是因為現在有新聞說 有黃大仙兩人一組去打荷包 究竟為何要強調女性呢? 明明荷包沒有分工 只要有荷包就打 但由於他們的作案手法 所以就局限了 大部分情況來說 都是針對女性去打荷包 井仔也順便會跟大家說說一些關於銀包的風水 雖然這些話題 很多年前都已經有人在說了 不過 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一方面就是我最近獲取回來的知識 在節目開始之前 大家記得留言 訂閱、讚好、把我的影片分享出去 或者掃描旁邊的二維碼 每個月用10元支持一下我井仔 以及記得按旁邊的鐘仔 我們今集節目就正式開始了 光B強調無論多少年來都好 去到哪裡都會帶著自己老婆李麗兒 亦都強調自己是凌機會臨腦入花槽 他就說兩夫婦經常在一起好聽點就叫做恩愛 又可以說自己沒有了老婆不行 雖然尹光這麼多年來就被人說了 你唱完這些十八禁的歌來賺吃 感覺很不正經 然後他就說 真金不怕紅爐火 我份人一向正當 所以現在唱歌都被人稱讚正面 大家想一下 尹光好人不提太太 然後突然之間就拿出來說 然後還要強調臨腦入花叢這幾個字 所以大家可以聯想得到 一些說話其實是有關的 同時亦都順便去幫自己證明一下 即是想說 尹光你份人不正經啊 然後現在就說 我份人很正當的 那究竟誰不正當啊 我見到尹光這個訪問的時候 然後我也特意上網找 究竟尹光和李隆基是不是有什麼恩怨呢 一些時代久遠的我就找不到 那如果有觀眾知道的話 就可以去留言補充啦 因為畢竟 他們都是同一個時代的啦 即是那時候大家都不是上紅館的 都是說在夜總會酒樓唱歌 那會不會就是因為他的存在 他搞到我做少幾單客的生意 那會不會有這些歌模式的新聞呢 那大家可以分享一下 那關於近期我就找到一篇 2023年6月的新聞 那時候尹光是因為 AI尹光他的聲音到處去唱歌 然後呢 搞到尹光是不需要努力的 是突然之間說紅就紅 這樣就賺到盆滿盆滿啦 那有時候這些東西就很有趣 即是說 原來時來混到的時候 你不用努力的 你坐在那裡 然後那些年輕人呢 他們見無聊 拿你把聲音幫你製作歌之後 然後突然之間你就紅了 然後突然之間 很多廣告商就找你賣廣告的啦 好啦 那接著就有記者就去問李隆基 就問啦 喂 大家都是同時代歌手 但尹光突然之間就紅起上來 那時候還未 當然那時候李隆基已經是跟Chris Wong在一起的 但是呢 那時候就還沒有Chris Wong事件 所以那時候李隆基就還未算翻熱紅回頭的 還有啦 李隆基那種翻熱紅 相信對於商業上來說是沒有任何幫助的 好啦 大家知道了背景之後啦 接著記者就問了 喂 你是不是沒有人家的 李隆基就說了 完全是覺得AI歌是沒有藝術價值 不值得保留啊 更加強調啦 無論是彈歌也好 演唱也好 真感情是最重要啊 那他也都很強硬就說了 我呢就絕對不想有這些AI歌 那他就認為啦 藝術這些東西就不是機械可以代替 又或者取代得到的 更加說了幾次是絕對不可以的 接著他就說了 因為沒有感情嘛 你用AI唱的話呢 手首歌的調子都是一樣 唯有是人唱出來的感覺不同啊 那不知道是不是就是一些妒忌啊 又或者是貶低AI穩光的說話 所以搞到這樣啦 更加就是說了 AI啊 AI啊 No way AI一定那些死實實的音響就沒有意思的 所以千萬不要去搞我這樣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宗半年前的新聞 所以大家結下了良子啊 還有我不是說真的牽強去屈阿穩光的 因為還有下半段的訪問新聞的 好了 接著記者也不收收了 直接問阿穩光 喂 對於李隆基和他的未婚妻近日是非前身 那光B一聽到這兩個人的名字 立刻就說 不知道不知道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Chris Wall什麼事 我不知道他被人質疑 總之就是說什麼都不知道 接著就說 太忙了 也都沒有聯絡 接著他說了一句相當之內人尋味的說話 阿穩光就說 網上的東西不用負責任 是人都說 所以自己就不理 正經事才會看 其實這句說話 就真是串到認一認 跟大家複述一次 網上的東西不用負責任 是人都說得 其實這一句就是在說Chris Wall 例如說 博士學位也不用負責任 國務院文件也不用負責任 機師升機長也不用負責任 接著還有其他的學歷文牌 全部呢 你網上說完 一聲 接著又可以說不用負責任 所以這些就是 尹光做了這麼久的人的說話藝術 當然 如果有些可能沒有專心聽的人 就會覺得 尹光是在說網民網上說話 不負責任 但是如果你想針對網民對自己的惡意攻擊 我都會說 那些網民抹黑我 那些網民上網亂說話 網民這兩隻字會突顯出來說 但是尹光就說 網上的東西就不負責任 為什麼不說網民這兩隻字呢 以及 還有光B是在說一聽到李隆基的名字 就馬上耍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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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東西究竟是怎樣的呢 究竟你的證書 甚至乎你什麼RSS 那個飛機師那個又是怎樣的呢 很多人在這件事盡責任的 最容易反映得出的 在網上這件事 誰最不負責任 誰是要刪除自己Instagram的照片呢 那就是最不負責任的那個 所以 大家不要說 尹光擺明不是噤人 大家要知道 尹光吃鹽多過我吃米 所以這些說話 你說沒有骨 我自己是真的不相信的 還有尹光肯定懂得上YouTube 雖然你說她是長者 但大家要知道 尹光之所以可以第二次翻紅 是因為她的歌 被人改完歌之後 就放上YouTube 所以她現在紅 就是因為這個平台 然後 香港的YouTube平台 也盛產了很多網台出來 去評論時事八卦 甚至乎就是 你不要說尹光 我們會以為郭善妮不會聽 但是郭善妮也有聽的 如果不是人家怎麼會說得出 你是空者老種 第二個台就是臨記網台 你不聽 你對這些人沒有基礎認識 你根本說不到這些 你最多就是 這些沒有良心的網台 笑我 怎樣怎樣 所以YouTube的網台 原來是有不少娛樂圈的人 會去接觸 所以你說 尹光會不會透過 不同人的YouTube網台評論 知道這件事 不奇怪 而且這件事實在太紅了 就算你不看網台也好 你稍微要看看字 你看看網上新聞 你也看到 究竟整個網上的趨勢是怎樣 順便補多一句 說到Chris Wong的近況 暫時一個最新的消息 就是說Chris Wong 連自己Instagram 即是戴著那個機師耳機 那張 icon 那張照片 都完全是清晰的 目前就只剩下一張照片 就是說上去范德偉律師行的那張照片 什麼消息 什麼都沒有 究竟入境處做事沒有 什麼都不知道 不知道會不會 就是拖到好像JPEG案件 這些不知道 希望將來會有多些新聞 好了 說完這個小話題之後 說回一些打荷包的話題 如果你和我一樣 都是經常出入黃大仙的話 小心點 有一個網民在Facebook群組發文 就說 在一天下午1點 有街坊由鑽石山地鐵站B出口 走回彩兒花園 走到兩處地方之間的水馬分岔位的時候 感覺到背囊被人碰到 街坊回頭的時候發現 有兩名男人大約三十到四十歲 穿著黑衣黑褲 形跡可疑 眼神閃閃縮縮縮 行為舉止疑似來自內地 其中一個人更撐起雨傘 要不需要報國安 又有黑衣 又有舉雨傘 當街坊走到附近地盤出入口的時候 其中一個人快步走到街坊面前 突然蹲下綁鞋帶 令街坊緊急停下腳步 再次感覺到自己的背囊被人觸碰 然後立即轉身 發現背囊被人打開了 然後銀包也不知所蹤 於是立即捉著那個蹲下 即是扮綁鞋帶的人 就說是否拿了我的銀包 然後對方就指向地鐵站的方向 一直撐著把傘一路跑那個 然後當那個男人指一指 街坊東張西望找一下 究竟跑走了那個在哪的時候 對方就已經掙扎 然後自己也逃跑了 街坊就等於一個人也抓不到 然後就是說 曾經有一個抓得到的 不過人家一掙扎 自己一分心就走了 銀包又沒了 唯有就報警處理 最後在網上說完這件事之後 其他網民都說了 我都在附近有類似情況 有人就說了 自己的媽媽 在荷里活廣場回家的時候 由於兩隻手拿著東西 所以就不空去理銀包 之後才發現 那個袋很肯定是拉好拉鍊的 然後走到彩兒花園對面馬路 才有個女徒人提醒她 你的背囊被人打開了 由於背囊裡沒有裝銀包 只有裝著食物而已 所以沒有財物上的損失 其實有時候人的感官 是會因為其他外在因素 變得遲鈍的 例如說 如果你兩隻手拿著重東西的話 你的腦要去為了平衡 你兩隻手所用的力 所以你其他的感官 例如你的觸感 別人拉你背囊的話 你沒有那麼容易感覺到 其實同類型的狀況 人體很奇妙 經常都會有這種 例如說 如果你帶著那些大牛龜的耳機去聽歌的話 再調大聲一點點音樂的話 那些音樂很棒 當然你什麼都聽不到 與此同時 你的觸覺 即是就算後面有人摸一下你 有人碰一下你 有人輕輕拍你背部的話 由於那個聲音太厲害 有時候連觸感都會間接退化 所以為什麼有些人 是說 但凡他拿著兩袋重東西的時候 他就特別容易不見錢包 特別是說 背囊被人打開了都不知道 但如果平時 他沒有拿著重東西 他掉了錢包 馬上就會收拾 這就是一些人體的奧妙地方 大家有時候可以留意一下 特別是說 如果你知道自己拿著重東西 又或者有些外界的干擾比較多的話 不要說覺得 跌了人包我一定感覺到 不要抱著這種感覺 除非你說 我經過特殊訓練的 那我沒話可說 好了 繼續說回 另外再有網民留言說 家人也曾經看到 有個男人 日光日白就擔著把傘 貼近著女生來走 家人就覺得奇怪 同時也發現那名女子 背囊被打開 在彩宜花園的紅綠燈位置 通知對方 幸好是說 女人背囊 所以 裡面放了很多雜物 爬手 或者是因為找不到錢包 所以那名女子 幸好能夠避免損失 劉主也在文中提醒大家 臨近碎晚 所以一定要注意財物 尤其是背囊的街坊 其他人也說 是啊 我自己也遇過這種狀況 又是無緣無故有人在自己前面 撞停地去綁鞋帶 然後 坐一坐之後 我又發現那人包不見了 這樣 好了 接著就揭開一下謎底 為什麼我會說特別是女性要小心呢? 因為男人的錢包通常是貼身的 要麼放在左袋 要麼放在右袋 要麼放在後面的褲袋那裡 基本上就是男人的錢包 是一拿就能夠拿出來的 我作為一個男性 跟著我同年齡的朋友 大我十年的 甚至乎是八百都好 我也很少見 有男人會把錢包放在背囊 又或者放在環保袋裡面 通常大家都放在褲袋那裡 跟著 今次這個打錢包 你只可以由別人的背囊下手 因為 相信男也好 女也好 你試試給別人一隻陌生的手 插進你的褲袋那裡 我相信每個人都會很敏感 跟著就能夠直接彈開十萬九千里 所以 放在褲袋的錢包 就比較難 就是伸手去偷 除非你的褲 特別就是半個錢包露出來 就另計 但如果不是正常 你的袋夠深 你的錢包掉到袋裡 人家都比較難去偷 至於女性的話 女性很少把錢包放在褲袋裡 這是我的觀察 女性通常是把錢包放在手袋 又或者背囊 所以 為甚麼就是 這件事 九成九都是針對女性 而且 女性的錢包和男性的錢包有少少不同 當然 你說 我剛才16歲 這些不要說 但你去到二十幾三十歲 又或者三十幾四十歲的時候 通常 男性的錢包 就是 那些可以接著打開 有些可以接著打開 那些錢包 女性通常都是長錢包居多 那長錢包就不能放在褲袋裡 對吧 還有 女性的衣物設計 的袋裡 通常都不太深 男性的褲 男性的衣服 的袋裡才會相對深 所以 由於女性的長錢包 你又很少長期拿著手 因為現在現代人是說 你除了要長期拿著錢包 你還要拿手機 所以很多人都是說 你錢包就不會經常用到 但你手機你經常都要按 所以 就是錢包 通常都是放在後面背囊 好了 在這裏 順便和大家分享少少少 關於錢包的東西 其實 在一些風水命理學上 有一種說法就是 銀包就是代表一個人的財富 所以 有時候有些前輩都會這樣跟我說 你買銀包 就不要說買些二十幾三十塊的銀包 當然也不是說 叫你用幾萬元去買銀包 但是 起碼幾個水的銀包 如果你再好些 你買些四位數的銀包 在那個風水命理學上面 就會說 那個感覺會更加好 因為你用一些二十幾三十塊的銀包 就是 用來裝著那個器皿 不夠高貴 還有 銀包的形狀 也有講究 因為剛才說了 男性的銀包 為什麼能夠擺得到褲袋 因為是那些 摺起來打開 摺起來打開 由於 錢 即是你裡面的一百元 五百元 一千元 會摺起來的話 感覺上就不太好 至於女性比較常用的長銀包 代表了 你所有的銀子 都是伸促 整張平方插在這裡的話 就會比較好 為什麼我會去跟大家分享這些訊息呢 一來 雅時間 二來 其實我在大概幾個星期之前 換了銀包 所以我自己也有留意相關的訊息 所以我自己也換了一個長銀包 而且我的長銀包 我也是故意說 大家都知道 經常淘寶 要我去買一個 可能二十多元的銀包 一定可以找到 但是 我也故意說 買一個三位數的銀包 當然 不是八多元的那些 希望對自己好一點 還有 有時候一個好的銀包 你買得漂亮的銀包 例如四五百元 別人的材料更好 而且銀包 沒有病沒有痛 就不應該經常換 當然是買一個 就是比較耐用的 會比較好 我前一陣子 跟朋友出去吃飯的時候 我才留意到 我有個朋友的銀包 容容爛爛的 搞到他拿銀包出來的時候 我也忍不住 看多幾眼 當然 我跟那個朋友很熟 大家認識了很多年 幫我擋子彈 當然大家就無所謂 我跟他是朋友 又不是生意上的夥伴 又不是想著賺他 但是 我都會有個感覺 你拿一個又殘又舊的銀包 你出到街 被其他人看到 形象也不太好 對不對 而且 在風水命理的角度去說 你那個銀包殘殘爛爛爛的話 你就不會賺得多 你能夠儲得的錢 都不會很多 而剛好我那個朋友 又真的中了這種狀況 所以想想一下 我出完這條片之後 我直接發個WhatsApp 提一提他會比較好 另外 還有 在一些風水命理的學術上 銀包建議 擺多些現金會比較好 代表了長穩長有 還有我不管你是否風水命理也好 但是 都是說銀包擺多些現金會比較好 不是說什麼 因為小時候很窮 現在很自卑 大家要知道 這裡是香港 不是內地 你內地有時候 真的用不著銀包 你可能擺在這裡 整個月都用不著 是不奇怪的 但是 香港其實仍然有很多店舖收現金 例如說 新蒲江 我隨便在樓下找兩間食市都說 人家還要大大隻自動的牌在這裡 寫著 只是收現金 所以有時候 你不多貸多現金 那種狀況會令人很尷尬 不是說你真的窮到一個奔也沒有 而是說 你又真的拿不到別人想要的錢出來 到時你又可能 又要面膜膜問人去唱 又要問這個行不行 那個行不行 那就搞得麻煩 還有 你身上有多少錢的話 萬一有什麼事起上來都方便些 我以前有個朋友 他家中產 他自己有讀到書 也是聰明的 當然 也有些資料 但是以前 是說 我們可能十幾個人一起出去吃飯 當然 大家夾錢的時候 我不知道為什麼 例如 吃頓飯 可能都8-200元 吃頓好些 然後 他的錢包永遠只有兩張20元 明明他才是最有錢的 但他永遠都說 喂 錢包沒錢 誰誰幫我先出錢 稍後給你 整件事搞得很尷尬 他又不是說沒有 大家都知道他不是老奶 但是 你經常不帶現金在身 搞得又要不特地問人借 問人借這件事 我自己其實很抗拒 不知道為什麼 既然自己又不是說 山窮水盡絕路 好地地為何要問人借 所以 求人不如求幾 自己多帶幾張幾塊水 都不是重得去哪裏 帶多些現金 應急起上來 有個好處 還有一些例子 例如說 可能突然之間有些事 要飛去醫院 你想想 去到那些急的事情 難道你還要愚蠢地站在那裡 等巴士 乘坐地鐵 這些時候 但凡你身上的現金超過一百元 你都馬上要去飛敵 還有 香港的的士 很多只是收現金 雖然暫時來說 有一百步的的士 是收支付寶的 但是 你能否確保自己 一定遇到這些的士 所以 多帶些現金 有些什麼事 都可以確保自己 神行太保 至於 有些人 他們的說法 就說 神經病 我錢包貸這麼多錢 那豈不容易被人打荷包 我便會這樣想 如果錢包都這麼容易被人打倒的話 很明顯就是 你自己問題 而且 如果你說你真的被人搶劫的話 你都不能避 這些是是福不是禍 甚至就是 可能因為你錢包多些錢 別人就不傷害你 有時候你 穿得新光多漂亮 錢包只有兩張二十元 別人生氣起來 你不知別人會做什麼 對吧 所以我覺得 不要說忌諱 什麼錢包袋 太多錢 怕被人偷 其實錢財這些 是新外物 有時候 真是當破財擋災 而且 如果你自己 做得小心一點 就真的 沒那麼容易被人下手 例如 你把錢包放在背囊 背囊 現在的背囊 不會只有一個位 閒閒的 也有兩三個暗格 你就把錢包放在保安性 比較好的暗格 那就沒事了 就是這麼簡單 對吧 還有 臨近歲晚 無論是本地人也好 還是商情政來港的專才也好 總會是多了人做世界 還有這一段時間 總會多了人就代現金在身 可能是唱了錢準備派禮事也好 什麼都好 還有到其時農曆新年的時候 可能有些人會覺得 這個人準備派禮事了 所以他身上怎麼都有些錢的 這些 總之 大家就要留意一下 保護自己了 其實 彩夷花園那邊 可能遲些又會殺到不同地方 所以大家不要那麼老定 如果 你是住在黃大仙 那就更加需要小心 因為鑽石山和黃大仙的距離 是相當相當之近的 好了 今集的閒談就到此 我們明早再見 好 就是這樣 拜拜